主角重生到游戏世界这种 设定在网游文中非常常见 不仅可以直接一用游戏的 剧情还能吸引游戏的粉丝 那最新游戏一届小说有哪些比较好看呢 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 2024年十大好看的游戏一届小说 一起来看看吧 一死灵法师只想种树 死灵法师只想种树作者十年一见 这是不奇幻风格的游戏文 主角在双开亡灵法师与德鲁伊角色的时候穿越了 而且是带着系统 但是似乎因为双开的缘故 所以他的系统产生混乱 亡灵法师与德鲁伊的职业混杂在了一起 他想要得到死灵方面的奖励就要种树 相反杀戮之类的举动在经过 处理后会得到自然的反馈 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异常 所以提出了生与死的理论 成功地引起了大法师的兴趣 对方也对他进行了投资 接着主角就苟在小镇上开始了自己的种树之旅 2.我的玩家好凶猛 我的玩家好凶猛作者率犬富兰克 文案给我一群可爱的小玩家 我能轻松颠覆一世界 雷福诺莫菲勒森布拉如实说PS 莫菲阁下拥有的头衔包括 但不限于冒牌吸血鬼 著名NPC扮演艺术家得以双星狗策划 特兰西亚唯一救星 旧大陆恩人 新大陆保卫者 忠勇无畏好伯爵 无可救药 欲解空穴族圣人 无瑕者 长夜守卫 二法等等三灾变卡皇 灾变卡皇作者忙后小说属于超凡鬼秘一类 主角开局穿越就遇到了堕落魔女这种灾恶 前身就是被其吸射而死的 主角的金手指是个数据面板 开局穿越到一个和堕落魔女欢愉 过都快成了排骨精的虚弱人身上 然后开始了探索之旅 四从赛博朋克开始的跨位面科工 从赛博朋克开始的跨位面科工 作者0.2097 游戏一届小说文案 科技改变生活让世界更加美好 坚信这句话的黎尔死于和辐射 并开始在不同世界的穿越之旅 错的不是我 是世界就先从干垮皇版开始吧 好猛的赛博一体 还好我的赛博台一体也不赖 五熊学派的阿斯塔特 熊学派的阿斯塔特作者 你干嘛呀你 游戏同人文主角以肉身穿越 的形式进入了物事的世界 虽然在穿越过程中 她的身体接受了神秘的影响 但是潜力不等于实力 她的开局依旧非常的艰难 此时她碰到了熊学派的猎魔人 对方救下了她 并且以意外率强迫主角 成为了她的学徒 整部作品柔和了诸多的元素 设定有看点新闻流畅 故事节奏分明 氛围渲染到位 六这群玩家比鬼更鬼 这群玩家比鬼更鬼 作者 三百斤的微笑 游戏一届文文案 妖魔乱世斜碎横行 掌控驻剑山庄的宁针 召唤了一群来自异世界的疯癫铁匠 这个驻剑山庄 比之前的陶瓷模拟器 好玩太多了 生前做铁匠 事后做材料 灵魂再是一次做麒麟 我们不是死了两三次 而是玩家二转成刀枪剑戟 七来自蓝星的黑骑士 来自蓝星的黑骑士 作者 祥言 游戏一届小说文案 主角重生到异世界 拿着BOSS级别的模板 逼到发育一步一步向上爬 然后第四天再来了 主角总感觉自己似乎要进本 八从摸尸体开始的勇者玩家 从摸尸体开始的勇者玩家 作者 两一命 游戏一届小说文案 陆克穿越到了一个充斥着 各种熟知奇葩要素的异世界 以下是他对自己的未来规划 吃的得是探考呆呆瘦尾巴 喝的得是全面回复药剂 远程全靠S枪近战 仰仗真空刃 外面套着黑暗战衣里面藏着草莓内裤 九霍格沃茨之卡牌系统 霍格沃茨之卡牌系统作者魏馆长 游戏一届小说文案 泰德重生到了1991年的伦敦 都做好了当大富翁的美梦 结果霍格沃茨来信了 本以为仗着卡牌系统和每月的一届知识 还不当个本世纪第二伟大的白巫师 结果你告诉我 这个世界发生过两次天性交汇 现在到处都是一届神奇动植物 还有智慧种族使诡异日历 诡异日历作者更从新游戏一届文文案 当古怪老旧的黄历出现在你身边时 请不要丢其他 在这个已然崩坏扭曲的世界里 我只有一句忠告 请牢记一和姬请出门看黄历 祝你好运旧历者 最后oof else的自由 其实这将写那么根本是陈断来的 Stay